下岗的时候我觉得心里真的很委屈的 带领了姐妹们主见了这里纯水厂 我们都是来自纺织系统的 对纯水的销售生产都一窍不通的 我有一次呢 我和销售业到一家大的公司去推销纯水 他们是不屑于客户的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 这口气好像真的是他我们当成 好像真的是当成讨饭的 我从小到大没受过那么大的 我们就请了一些专家来跟我们上课 想到说我找到了一瓶营销水 那他那个书上写的好多销售的方法 凭着一个直准的金属 我们卖出去了第一瓶水 我们现在年销售额 一百万对我们来说 真是小菜一碟吧